所以今天差不多自己沒用 太多人了 那我們今天來講這個 膨脹率跟壓縮率 時間不太多 我們稍微講一下 那這個膨脹跟壓縮 等下沒有簽到名的任道 我前面來簽 還有那個上台寫的同學 這個 這個Extensivity 跟這個Servility 是所謂的膨脹率跟壓縮率 那我們在講這個物體的 這個膨脹率跟壓縮率的時候 我們要先從物質的 你可先把我們所謂的狀態方程式 開始出發 那這個狀態方程式 我們知道這個物質 它的狀態可以由 TPT3的變數來做描述 那在其中我如果固定了某一個 變數的話 另外兩個 固定完的變數 只要固定V的話 只要V固定 T跟V的狀態就唯一狀態 所以三個有固定一個 就是兩個 就是獨立變數 對不對 我們一開始就講過了 好 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式子 我們就把它做一個 Differential 這個微分 所以我們把它寫了什麼呢 我們要寫了DV 可以寫了Partial V Partial T 然後把P是Constant T加上Partial V Partial P 把T當成Constant 然後P 這個式子的意思是什麼呢 下標這個地方 你看喔 V 因為是TP的函數對不對 所以我把它對T微分的時候呢 這時候P 它當然是一個常數嘛對不對 假設就是 就等你對X跟Y去做尾分的時候呢 這個我怕你們會不會打電子 稍微講一下 每一次要兩檔標準一下 比如說有一個函數像XY 比如說有一個函數Z 它叫做XY 對不對 所以我Partial Z Partial X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寫成這樣子 Partial XY Partial X 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我應該是什麼 先對X為 對Y不為嘛對不對 對Y為對X不為嘛對不對 其實應該是兩項對不對 應該是Y Partial X Partial X 加上X Partial Y Partial X 對不對 那你知道Y一定不是X的函數嘛 所以這下等於A嘛對不對 所以最後得到的結果就是Y嘛 這個了解吧 所以在這裡頭Y Y它被四頭是什麼 欸不好意思這邊 Y在X為分裡面 它四頭是常數嘛 好 四頭是常數 好 所以同樣的道理在這裡頭 當我這個V是對P去做違分的時候 我的P就是一個常數 了解意思嗎 所以寫在這邊的意思是說 在這個V的函數裡頭 P到底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常數 所以寫在這邊 表示它是常數的意思 所以違分 這個東西被違分它就可以 這樣了解嗎 可以齁 好 所以呢 我們如果D的權威 其實就包含兩個偏圍嘛對不對 因為V是T跟P的函數 所以底V就可以寫了 partialV partialT P constant 加上partialV partialV T constant Constant 就常數的意思 好 所以這次有沒有問題 這樣的寫法在後面 會一直出現 一直出現 出現到重修一次兩次三次 都會再看到 所以都會長成這個樣子 好 所以呢 我們就來定義了 我們來看看 什麼叫做Espensivity 所謂什麼叫做膨脹係數 就是cohibition cohibition of the body expansion 就是挺膨脹係數 那你看到前面這個東西 是什麼意思呢 小V 記得我們說小V 叫定容 對不對 這是基礎上它的莫爾數 就是每莫爾它的體積是諾莎 這叫定容 莫爾體積 好 莫爾體積 隨著溫度的變化 請注意 然後看這個數 這個數學式 請把它想像成是一種語言 不要把它當成很數學的式子 體積 這個是告訴你們 體積隨著溫度的變化在等壓力下 請這樣去解讀這個式子 以後我們都會講到說話題希望 好 體積隨溫度的變化 體積在定壓下隨溫度的變化 就是我們這個體積的這個意義 所以我們今天就定義了一個東西 叫做β β β就等於v分之一 partial v partial t p constant 就是說 我的定容 等壓下我的定容 隨著溫度的變化比率 了解意思嗎 溫度變化的情況下 我的本來 我變化的體積跟我原來體積 你去做一個原資 對不對 這是百分比嗎 對不對 變化的體積除以什麼 總共的體積 體積變化六百分比 對不對 然後呢 在這樣的一個溫差下 而且在等壓的情況下 所以這叫做等壓膨脹係數 等壓膨脹係數 所以你剛才可以說 有沒有不等壓的 當然會有 但是我們一般稱之常生活常用的是 等壓下的膨脹係數 這樣有很多問題 如果你這個式看不懂的話 我們把它寫這個樣子 就看不懂了 所以這裡頭的 這物理的這個微積分 你把它完全把它想像成這個 實驗描述式就可以了 partial v partial v 在定壓下 我們換成第一個領域 可能比較容易你解的 就是這樣子 data v data t 我們先不要把它化成微分的形式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可以解成 data t data v 3v 對不對 所以這是什麼東西啊 體積變化 體積變化率的百分底 體積變化率的百分底 體積百分變化率嘛 體積變化率嘛 體積變化率嘛 對啦 這樣就看得懂了吧 然後呢在什麼 某個溫度差 是我們顯示的 t2-t1 對不對 然後呢 v1分之 v2-v1 所以這一塊就是什麼 體積變化百分 體積變化百分之0 百分之0 百分之0 沒有乘100 乘100才叫百分之0 先比率好了 好不好 好 變化就定義成這個東西 所以 那就是什麼呢 剛剛講的 體積的變化flection 就是所謂的 這個分數 分數變化率啦 所以這因為 在某個溫度下 某個溫度差下 那體積變化率 就定義成貝塔 那就是 1分之p1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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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二個 我們要講的是 isothermal compressibility 所謂的等溫 isothermal 是等溫 記得這個字 等溫壓縮率 好 等溫壓縮率 kappa 就是kappa 不是k kappa 剛剛這個貝塔 這個 這都是kappa 這個 這個kap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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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因骨牌子就是kappa嗎 這兩個人被對被 這個就是kappa 這個kappa 這個kappa 不是k喔 kappa kappa 它的定義是什麼 V分之一 八球V 八球P 在Keym 它是幾個方向 多個符號 為什麼多個不好 這個是非常好的問題 來 物理商要多個符號 大小 方向 OK 都對 我們先回來上面這個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我們這裡頭 delta T delta V 前面是個正號的原因是 溫度越高 體積越大 所以 後溫度減前溫度 它所造成的後體積跟前體積的差距是正值 所以溫度越增加 一般來說 當然你可能顧得 溫度增加 體積變大 所以前面的係數會是正號 通常 我們不要用力水是寬過來的 對不對 水在四路線前後是不一樣的 好 那一般通常的情況下 壓力越大 我壓動線壓力越大 體積會越大越強 所以壓力大體積小 兩次反方向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前面都有一個負號 所以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記住喔 這很重要的問題 所以是負等V分之1 partial V partial P在等溫的情況下 所以這叫等溫壓縮係數 等溫壓縮係數 那這個解釋法就是有關鍵力模樣 不要吵架 關鍵力模樣 這樣了解嗎 它也是在壓力的情況下 它的體積變化率 體積變化率 所以就叫isothermal compensability 所以這個定義就是長這個樣子 好 所以最後一分鐘我們快來講一下 對於理想氣體來說 我們的β跟kata分析什麼東西呢 來算一下 首先我們先把理想氣體公式寫出來 V等於RT去P 不要覺得很奇怪好不好 T小V等於RT 我不要忘記P是好意思喔 它是一個已經除破破耳數的 好 那我們再問這個公式 第一個 β不得V分之1partial V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這個整個式子 對什麼呢 對T為分 對T為分 所以我就剩下什麼 R除以P嘛 因為T就被消掉了對不對 是不是 這裡從partial V Partial T 就是把它做為分 所以是等於把後面這個東西對極做為分 所以剩下什麼 R除以P 剩下R除以P 好 那這沒什麼東西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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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這個是對P為分 對P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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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P平方分之RT 對不對 負P平方分之RT 所以等下負的PmRT 負負負的消掉 到這邊我們很快速的處理 怎麼處理 拿去跟P跟V乘在一起 PmRT嗎 PmRT 所以PmRT一上一下就負負消掉了 就剩下一個P分之音 很快就結束了 所以就變成P分之音 所以對於想氣體來說 剛好它的β 等壓的熱膨脹係數 剛好是1分之1 然後對於想氣體來說 它的等溫壓縮係數 剛好是1分之1 這是對理想氣體 不是對所有的東西 我們下禮拜上課的時候 我們開始講一般的正常物質 好 今天就上到這邊 下課 好 那個同學要到前面來 看一看就好 看一看就好